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级古蹟 具有四百多年历史的鹿港天后宫 以及奉天宫 忽安宫等庙宇 祈求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也祝福所有县民都能洋洋得意 洋眉吐气过好年 鹿港天后宫 天上圣母 是台湾梅州麻祖开机的一个祖庙 历史悠久 香火鼎盛 那我们今天来这里点灯 春节期间这里有一些花灯的一个展演 欢迎全国各地的乡亲能够来鹿港旅游 鹿港我们要打造国家历史人文风景区 我们彰化县 鹿港处处都是古迹 处处都是文化 有雕刻 有人间国宝 还有民属 差异等等 值得全国的民众来鹿港旅游 鹿港我们要打造台湾第一个强调历史人文风景区 魏县长首先前往鹿港天后宫祈福 与众多的乡亲一起恭迎每周天上圣母 并与鹿港镇长敲响第一声平安锣 为所有乡亲祈求和家平安 新年行大运 并到天后宫香客大楼主持 羊年新春花灯展点灯开幕仪式 随后魏县长等人步行前往奉天宫上香祈福 魏县长也前往忽安宫祭拜祈福 为羊年主题花灯跨年点灯 并参与南方福德政省游街活动 绕经美丽诗意的羊桥游街 祈求彰化世纪平安 乡亲安居乐业 魏县长更发送财神红包 为年节增添许多热闹的气氛 公益频道林俊明 鹿港采访报导